晚安 您好 我是李珍珍 欢迎收看今天四月十四号 民事晚间新闻 新闻首先国际焦点 来看看这个画面 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被国保级主播李春基 紧紧牵着手 这怎么回事呢 原来金正恩昨天他出席了 平壤市中心一栋高级公寓的 竣工典礼的剪彩 而且当场他就把其中一套 楼中楼的住宅送给了李春基 李春基就这么样兴奋地 牵着金正恩的手 由金正恩陪着他去看新房子 也在这个新房子里头 跟金正恩开心合照 终点回到国内 又有美国议员团要旋风式访台了 这回是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梅南德兹所率领的六位 跨党派的议员访问团 传出今天晚间就会抵达台湾 还说访问团会跟总统蔡英文会晤 那么在明天傍晚就会启程返美 不过外交部长吴钊燮很低调 没有直接证实 他只说外国政要能够来台访问 展现对台湾的高度支持 外交部都很欢迎 而事实上在美国议员访台之前 瑞典的国会议员代表团 已经在台湾进行访问好几天了 而且在今天结束访台行程之前 他们特别到外交部去发表访问感言 那么其中副议长吕谢霆认为乌俄战争 让全世界跟中国都看到了乌克兰 抵抗的意志以及各国的制裁 这也让大国知道不应该效法 俄国的暴行 另外是台湾瑞典国会议员 协会主席欧伯利 他则是说中国对于他们 这次的访台行程是很不高兴的 不过他说这代表他们做对了 另一方面台湾的疫情持续的升温 今天又新增了八百多例的本土案例 而且中央部会也陆续沦陷 今天行政院又传出了 有一名行政院的国会联络人染疫 而且昨天他还出现了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公厅会 所以今天立法院也立刻进行了大消毒 而教委会则是直接改到酒楼大礼堂 来开会